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那样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那这个美国印太地区情报头子抵达这个台湾 阵仗挺大 有很多的这个侦察机给他来这个护驾 今天就是说同一天呢 有七架美军的这个飞机进入到这个南海 就是台湾新南海域那一带 包括RC-130W常规这种侦察机电阵机 包括MQ-4C 包括两架P-8A 包括还有两架这个加油机 等等非常多的这个侦察机 大范围的进入进入到南海 进入到这个广东福建沿海来抵近侦察 那么这架飞机也就降落在这个台湾松山机场 那么我说过了 台湾它的这个指挥权本身就属于是美国 不属于是台湾的 尤其是现在特朗普政府 这个零年前疯狂的对中国进行这个施压 又制裁了89家企业 又制裁了89家企业 其中包括中国商飞 中国这个航空 这些公司 说美国的这些公司 不得和中国这个航空公司 和俄罗斯的航空公司 进行合作 说这个 那么大家要知道 美国 中国的它这些很多防空的这些 航空的这些材料 很多要是从美国购买的 你不卖给我们 我们也可以向别的国家去购买 但是说你不卖给我们 你自己也是倒闭的 因为中国是最大的这个客户了 尤其是现在新冠疫情 这些耗材 零部件 等等很多的东西 都是中国用的是比较多的 但是美国在制裁 特朗普越来越疯狂了 从制裁4家 30家到89家 那你说句说话 把中国所有企业 你都制裁一遍完了 对吧 就不要跟这个 跟这个跟美国做生意了吧 对吧 但是 这个傻逼特朗普 他有点忘记一件事情了 你美国是跟中国做生意 是你才是大头 中国是小头 四六开的生意 美国他现在什么 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为了四年后 再次重返白宫 这种事情他都干得出来 这个人啊 真的是输不起 真的是太令人瞧不起了 他 所以我跟各位讲 人生呢 有一种东西叫做均衡定理 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 你要受多少苦 你要想多少苦 都是均衡的 不要以为自己能一帆风顺 特别是特朗普 对吧 从二十多岁到现在 基本上一个富二代嘛 纽约富二代 纽约之子嘛 基本上都是顺顺顺顺顺顺利利的 又有爹给他称正 没想到到了七十多岁 晚节不保 人的一生 没有谁的一生 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 这就是什么 年轻时候他挫折遇到了少了 所以说现在呢 输不起了 什么在白宫 每个沙发上 每个床上 每个座位上 都放过屁了 留给拜登吧 这么幼稚 所以大家看看 这民主政治 所谓的这个选举 能好吗 能好吗 你干部不是从 村 镇 乡 县 区 市 神 对吧 一步步上来的这种官员 他能会当什么官员 他不会当官员 所以说 再看看台湾的所谓的民主选举 选出来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都是些 说的难听点 比人家那个小儿麻痹症的那些人 都比他们强一点 素质极差 人品极极糟糕 土匪流氓 全部都在台上面 真正的好人 真正的 都被他们给陷害 那么现在美国跟台 这个台湾的媒体又牛逼了 美军高官旋风访台 三天 李正浩报台美 不可逆战略合作 我来看一下 这个美军海军亚太情报 总指挥官史达曼 昨日傍晚 这个率团 这个降落在松山机场 预计在台停留三天 对此 李正浩指出 台美之间战略的合作 已经全面展开 且是不可逆的过程 对于史达曼来访 这个台所谓外交部 并未否认 仅表示此行并未公开 没有进一步说明 史达曼为海军印太司令部 辖下少将情报处长 昨抵台后 预计24日离开 据了解 此行将视察台美境的情报资产 并交流区域情报资讯和相关布局 传承由美国在台协会陪同 AIT昨日表示 无可奉告 看到没有 无可奉告 很牛逼人 是吧 在这个台湾的这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的 这个地板上面 无可奉告 早晚 跟这个香港一样的 会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李正浩分析 若消息为真 表示台美之间战略的合作 已经全面展开 而且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他指出 史达曼曾任夏威夷 联合情报行动中心 太平洋司令部 研究组的第一负责人 美国海军情报局 中国第一任高级情报官 以及美国舰队司令部指挥官 组建第一任主任 目前是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接二部门的指挥官 工作任务正是印太情报 搜集与分析 若美国环保署长惠勒 来台的意义是 政治宣誓大于实际意义 李正浩表示 那史达威 那史达万少将 这类在美军中负责 对中对印太 最机敏任务的人来访 其中蕴含的实质意义 经过绝对是大于政治宣誓的 同时也意味着台美在美国印太 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角色 又开始在那边自嗨了 那么近四个月内 连续三名美国高官旋风来台 包括先前已来台的 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 国防国务院次卿 克拉克 以及美国环保署署长惠勒 预计率船在下月五日访待三天 主题为海洋保护空气品质 与儿童健康 外交部表示政府去年底就邀请惠勒来访 因全球新冠疫情打乱原有的行程 访台细节仍在讨论中 那么 惠这个叫做史达曼 为什么来台湾 老明亮也已经给各位都已经解释过 已经说过了 什么原因会来台湾 很清楚就是针对这个F-16而来的 他要这个第一手资料 要了解目前大陆的这个电磁武器 到底掌握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了 大家要知道 中国的海军也已经装配这个电磁炮 瞬间可以把人给磁化掉 磁化掉 大家以前记得玩过那个 那个叫红色警戒嘛 红色警戒里面有 你选苏联或者选中国 都会有一个磁化步兵 就是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未来 这个战争形态 像这种激光坦克什么乱七八糟 都会 都会变成现实 都会变成现实 这也是未来趋势 中国这几年 所谓的军力不透明 就是在大力发展这些玩意儿 这些真正的高科技的玩意儿 台湾跟美国 你再怎么样 你把自己台湾当作印太战略中 重要的一环 其实是有一点 给自己戴高帽的 你说你重要个啥 印太战略 经济政治 外交 对吧 还包括这个军事 首先经济 你被踢出去 RCEP 外面了 你玩个屁的印太战略 你印太战略你玩什么 马上你们 就面临着产品竞争力 就不行了 输入 输日输台 输入 大陆的产品都不行了 你还有啥 马上很多人都下岗 都失业了 没有什么的 那你说外交 数据实在化 这里有哪个是台湾绑交过 政治 那经济 那政治 那经济是政治的延续 军事也是政治的延续 请问你台湾有什么 你台湾只有 当然有 台湾有一张嘴 就是这张嘴 翻过来 覆过去的 在那里吹牛逼 在那里放空炮 你跟这个台美 我说句实话 你跟美国靠得越近 你死的就越惨 死的就越惨 中国大陆 你看 这家伙他来了 中国大陆 罕见的网军 没有带空枪 没有来说这件事情 这就是在酝酿 更大的报复措施 下一次 可能死的 不是蒋正志一个人 可能是谁了 都不一定的 都不一定 所以说 美国特朗普当局 对于这个中国 大陆 加大力度打台湾牌 你们以为 他们是在 跟你们在搞关系 蔡英文现在 也很无奈 他妈这个烫手山鱼 是接的还是不接 现在对蔡英文来讲 这就是烫手山鱼 而且是川普 给他穿小鞋 你现在你招待不招待 这些一个个来 不都是毕业旅行吗 不都是毕业旅行吗 回去一个个都要下台 所以说各位 不要在意他们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 都是比较小儿科的 哪有什么实质上的合作 台湾都读了多少年了 成功了没有 能成功吗 能成功 这条路就是一条死胡同 就是一条死胡同 行不通的 哪一次不都是被中国大陆 给整得要死 对吧 对吧 蔡英文也很苦啊 要和这个拜登打交道 特朗普硬是卡在这个里面 这样最好 让我们就是静观其变 让他们三方 三个关系去搞吧 去搞吧 特朗普啊 他这种人啊 这个命令 那个命令的 输不起 蔡英文这种人呢 是赢不起 是相反的 是赢不起的 所以说啊 这个年代的政治家 我说的难听点 美国啊 也越来越台湾化 也越来越台湾化 台湾啊 当局真的是很无能啊 讲政治还在海底呆着 还在海底呆着 真的是够残忍啊 还不给他捞上来吗 在等什么 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开始捞了 史达曼 我跟各位讲 史达曼来了 AIT无可奉告 你台湾有啥情报 有啥情报 没啥情报 无非是要来获取情报 所以说啊 现在这个台湾啊 这一周啊 上一周 诡异事件是真的多 离奇事件是突发 而且美国人都是灾心 美国人来了以后 要么被中国大陆整 要么就自己能出事 对吧 你看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修飞机的 自己就轻生了 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 他一来就轻生了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面没有那么多巧合 有的都是人为设计的因素 人为设计的因素 美国人来一次 大陆这边 就加大力度 压缩台湾战略空间 换来的是什么 给老百姓面前看 我们很强硬吗 真的强硬吗 那为什么 F16出世 你蔡英文讲话 那么语无伦次 非常罕见的 那么语无伦次 还是说事先安排好的剧本 所以说 台湾不要太不自量力了 跟大陆来对抗 老命来要说过 无异于遗卵击石 而且 大陆毫发不伤 但台湾却是粉身碎骨 想想看吧 执政是为了什么 执政是为了干嘛 他妈的现在感觉像在台湾 这些政治家在上面 都是在家在作秀 天天就说 哎呀拉美国人来 美国人来 都给你带来是什么 给你带来的是实际的什么好处啊 都是来问你来要钞票的 再把美国最烂的东西 有毒的东西 卖给你们吃下去 毕竟台湾人身体够健康的 吃点这个东西又没有关系了 对吧 哎 真的是 苦了一些台湾的 善良的一些老百姓 而且这个F16这个事情 到现在看来啊 都还没个下文 所以说啊 台湾民进党当局 是故意在隐瞒这个里面的事情 现在派这个法医 这个法医 美国派过来这个法医 我看来台湾啊 也得花不少钱 紧急窜房 也得花个几十万美元吧 又要给人家报销了 包机过来的 有那么便宜吗 对吧 资本主义世界 黑吃黑 感谢各位出去收看 喜欢的 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后续事情 我们再继续观察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